为了解决污日水患问题 水利署先后在柳川与汉溪进行整治工程 因此金钟桥也配合改建 但原先公路总局规划的梯形桥梁设计 可能会造成中山路一段229项的污日工业城 厂商与居民无法进出 引发不小争议 金钟桥我们现在整个委托设计 大概已经到一个段落 那我们现在未来要办理相关的话包手续 我们也特别感谢主任 因为主任提出来扇形的方案来解决方案 那这部分我们都完全克服 也就是说未来209项的进出不会有问题 考量到当地出入 公路总局因此将新桥变更成扇形桥梁 而施工期间由于中山路一段229项需封闭 因此地方也建议另外施舍变道 并考量重车出入时的转弯幅度 以降低行车危险性 其他的桥梁的部分都在陆续施工当中 然后不管是台椅仙金钟桥的部分 我们也配合2400万的配合款 都还有那个护光桥的部分也配合5000万的配合款 都在预定公路局的话 三月的部分会开始动工 这座桥整个总金会大概1亿3000多万 那我们今天召开的会议最主要是 我们那个有些用地的问题 那用地拆迁我们也请主任来多方 跟各方面来协调 目前公路总局与市府 在清查工程范围内的地上屋 预计三月份桥梁改建工程就会动工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一年左右新的金钟桥就会落成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